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審議延長法定產假草案 民主派議員仍然質疑 由事務委員會審議不符合慣例 結果會議結束都未審議草案 林心義報導 政府提出修改僱傭條例 將法定產假由10個禮拜延長到14個禮拜 立法會早前通過動議 將草案交給人力事務委員會處理 不過會一開波 民主派議員就質疑 我覺得破壞了這次成立法委員會審議法例的慣例 現在我們之所以不可以逐條審議 就是因為事務委員會本身的職能限制 我聽法律顧問政的說法 那不是隱含了我們本身不適宜用這種形式審議法案嗎 為何我們要透過事務委員會 去用一個這麼非常的方式去處理這條法案草案條例 是因為內會幾個月都選不到主席 立法會法律顧問多次解釋 這樣做符合議事規則 我們是根據這個決議案去審議這條法例 我亦都看不到我們根據這個決議案去審議這條法例 有違法我們議事規則或者任何合法性的問題 建制派議員強調條例沒有太大的爭議 估計每年有多達5萬名的孕婦受惠 希望能夠盡快通過草案 至於會不會開工聽會 主席何啟明說會視乎公共衛生情況去決定 有線電視機就在林心儀那裏